九二共事要如何用这个没有共事的共事来达成双方的会谈条件呢 你不要叫他九二共事你可以啊 你说叫做这个芝麻开门也可以随便你怎么叫他 前一天联合大学开讲学生犀利评问九二共事 赵绍康虽然正面接招但芝麻开门究竟是啥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大家就混一混就混过了 不要再追究内容现在就僵在这里嘛 大家都不承认啊 你就把它当成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门就打开了 你管他内容是什么 看你怎么怎么怎么看呢 完全是存乎你的态度了 严下质疑不管内涵是什么 先接受才能和对岸好好谈下去 完全忽略习近平2019年早就定调九二共事就是一国两制 针对检调日前以违反反渗透法约谈41名里长防堵中国戒选 中国国台办痛批民进党搞戒严 赵绍康也同个一口出气 我觉得我们四十几个里长 这样被约谈是造成寒蝉效益 动辄得救担心了 他们担心动辄得救 赵绍康抢声量更在主帅侯友宜之前 抛出取消机车燃料税证件 功高震主又一桩吧 这个是可以减免掉了 也造福这些年轻朋友了 市长好问过 只要在整个推动的政策上 好的政策我们都会做好详细的评估 张绍康都喊了 主帅似乎也只能收下来好好演绎 虽说是分禁合集 但难免引发好奇 这总统究竟是谁在选 先说王陈祝君 他就报告